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 Hello 大家好 又是逆行 好久沒見了 今天看到我的Tunes是黑白filter 其實我並不是說什麼違言之類的事情 今天純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黑白照的看法 對了 先戴上頭盔 我本人其實不是什麼專業攝影師 這支影片也不是給大家一些很專業的拍攝意見 純粹是我分享一些我覺得黑白照的一個獨特的表達方式 純粹個人有時候是喜歡用黑白照去呈現某一個感覺 或者表達某些感覺 其實初初我還不是很熱衷於攝影的時候 其實覺得黑白照也沒什麼特別的 可能純粹是把有色的照片放在Photoshop 做個黑白filter給他 就讓他有感覺一點 但當自己慢慢越來越喜歡攝影 鑽研多了 和看多了不同的類型作品之後 就發現黑白照絕對有它的表達方式 和一個獨特的價值在 其實在這段過程之中 都知道其實沖黑白filter 其實沖光的過程 都會令到照片的成品 會有很大的不同的差別 例如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藥水沖光 那張黑白照的質感都會有些不同 我前陣子就去書局 看到一位攝影大師 叫做何凡先生的一本黑白照片 我看完之後就是 嘩!出來 因為他的照片真的十分漂亮 他記錄了很多 當時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社會面貌 和一些人民的生活白態 他把黑白照的層次 升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我之前看黑白照可能都沒有那麼大感覺 但看到他的照片之後 就發現原來黑白照也可以 製作出這麼精髓的作品 所以覺得黑白照的確有他的魅力所在 還有一個獨特的講故事的語言 而除了這方面之外 其實黑白照也有幾個特別之處 第一個就是可以令照片的氛圍更加明顯 有時候可能把彩色的照片變為黑白 再加上微調可以令照片更加有感覺 以及可以令照片的整體構圖更加有張力 第二方面就是黑白照可以強調一幅相的光暗和輪廓 把光的位置變得白一點 把暗的位置變得黑一點 就好像在營造一些給照片的人聯想的空間 可能他們可以想到原來那個顏色背後 可能是藍色來的 可能是紅色來的 就可以令到那個觀賞的人 會有更加多的想像 第三方面就是可以減少分散注意力 有時候可能照片裡面有太多顏色 會分散了照片本身呈現的感覺 那張照片變成黑白的話 就可以令觀賞者更加集中在照片的主體裡面 好了 說都無謂了 立即給大家看看我這幾年拍過的黑白的作品 再給大家看看是否有些作品 純粹是一張彩色的照片 純粹變成黑白 沒什麼特別 好 立即給大家看看 第一張照片就是在桃花環拍的 拍著老伯伯 看著很貴的樓架 轉了黑白之後好像整張照片的淒涼感覺更加明顯 而這張照片就是在西環的第二屆拍的 就這樣看好像平平無奇 但是一轉了黑白 整個光暗對比馬上更加明顯 第三張照片就是在彩虹地點站外面拍的 就拍著小販在這裡買栗子買蕃薯 轉了黑白之後那些煙霧就變得更加突出 整個畫面就更加有生氣了 那這張照片是否很日系呢 這張照片是在西貢海旁拍的 有一個爸爸在這裡教女玩風箏 其實本身也沒有想著把這張照片變成黑白 但轉了黑白之後好像把他們的倒影變得更加突出 這張照片是不是很漂亮呢 其實之前Canon有在IG製作過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轉了黑白也有另一種感覺 人變成白色 令我的主體和表景更加分靈 這張照片是在彩虹村拍的 拍的時間也沒什麼特別 但過了一年之後 把這張照片變成黑白 就覺得好像賦予了一種電影給他 刻畫這對褲子在聊天的畫面 這張照片就跟大家說 其實Cropto和轉成黑白是可以為這張照片賦予新的生命 看一看黑白之後這張照片馬上很有感覺 不但突顯了主角 還令光影的對比更加明顯 而這張照片是在彩虹村拍的 就拍著一對年老的公公婆婆坐在那裡聊天 他們的表情很棒 不知道大家覺得黑白還是彩色 這張照片更漂亮呢 我本人覺得黑白是更加有感覺的 好 來到最後一張我最喜歡的黑白照片 這張照片本身是打直長方形的 但轉了黑白之後 我覺得再還原原本的尺寸更加漂亮 因為我可以看老伯伯的倒影 而且這張照片是超級有愛的 因為那個小朋友本身是不認識那個猛的叔叔 然後他看到他就快撞到柱子 就立即改附他 所以我本人是最喜歡這張照片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張照片變黑白之後 有沒有將它的層次昇華了呢 剛剛展示了給大家看這麼多張黑白照片 現在就展示給大家看我平時的 是怎樣創作黑白照片 當然在這裡有很多黑白照片的 我當然不會敢究竟在這裡選一個就收貨了 我通常會在這裡選一個我比較喜歡的風格 然後再會在這裡微調的 例如我不想那個風格那麼厲害 我在這裡減少少 然後可能比較高一點 然後光感在大家 其實根據你的個人喜好 我自己覺得現在暫時這個是OK的 其實我最好玩呢 是在調空曲 不同光的位置都可以在這裡再微調的 最暗的位置 就是我這個人 最黑的位置 可以在這裡拉高一點 你看到好像現在有點灰灰的 那光的位置都可以再調高一點 我覺得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如果要看相片的話 那照片就會不漂亮 現在再調一些暗位 那輪廓呢 即是石頭的輪廓呢 就會更加明顯 那接下來這個也很好玩 那就是你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顏色 那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那呢 我們看看之前的照片 那照片本身這邊是藍色的話 那就可以在藍色這個bar那裡錄一錄 那大家留意著天 那如果可以在藍色這裡錄一錄的話 就會這樣變化了 那如果你想的天不太暗的話 那而且它是藍色的嘛 那就可以在這個 那就可以在這一行那裡調到它的光暗程度 那我覺得這個天太光暗了 暗的好像也挺有feel 其實這樣也OK 那解決了 這個沙地這裡 啡啡的 橙橙的 黃黃的色 在這兩個橙黃色這兩個bar那裡 轉一點點 其實都挺漂亮的 即是把那個沙地和石地的交暗一點點 其實都可以令到那層次更加鮮明的 那大概做了一張黑白照片就是這樣 那這張照片其實 其實彩色或者黑白都很漂亮的 本來我都很喜歡這張照片 那轉了黑白呢 其實有一點點的那個 minimalism的感覺出來了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個分享 那看完那些照片 還有看完我怎樣剪輯這張照片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照片 還有喜歡我怎樣去 將一張黑白的照片再微調 那其實都希望想透過這條片 可以令大家更多留意 身邊的人 的事 然後還有相機去拍照 又或者是用一個全身的視角 用一個黑白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 看這個世界的光影 那可能你會有一些特別的發現 那都很期待大家和我分享 一些你們拍下的黑白照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這些 攝影題材系列的影片 那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些 我平時拍照的一些 一些想法 一些小小的心得 因為平時都很喜歡在街上 下來走去 看到一些無聊的東西 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都拍下 那 對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些 拍照的題材 好啦 拜拜 記得CLSS啦 拜拜 有菜單有菜單 先看看這個 線條是不是很明顯呢